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绿奇马上门步上去想要将张美轩暴摔倒地 结果随之在此过程中张美轩已经做好了一个断头台的把位 只见张美轩倒地后将绿奇的脖子牢牢夹住 期间绿奇还会做出奋力的抵抗 但是随之张美轩这个断头台的把位已经无懈可击了 最终张美轩与断头台直接Q对手赢下了比赛 裁判都看到了马上飞升较停的比赛 绿奇也被张美轩直接瞬间了梦象 张美轩也成功未免了这条周期紧要带 全场比赛下来愤怒的张美轩爆发 仅仅只用了37秒的时间就将对手打暈球了 只能说张美轩真是好样打 其实经营上场都是要靠实力去说话的 如果只靠嘴巴说大话的话 那么有时候真的要付出场中的代价 看来今天还提区赛事 有我大手头相伴 我们下期再会